沙国记者失踪案越滚越大 美国扬言制裁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如果事实证明沙国当局 真的是记者哈绍及失踪的原因 美国便会予以严厉制裁 然而沙奥地阿拉伯政府 并没有因此软化态度 还扬言美国若执行制裁 便要采取可能引发 全球经济灾难的报复措施 沙奥地阿拉伯是世界上 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全球每天的运输量 超过700万桶 如果他们停止出口 油价可能会因此 从每桶80美元 飙升至超过400美元的价格 这样的做法 不仅会增加全球汽油成本 还会增加道路运输 任何货物的成本 更不用说运输民生用品的成本 作为美国军售的主要进口国 沙国使美国许多公司受益 甚至增加就业机会 但冻结美沙关系 可能会危及这一点 沙国也因此可能转向 俄罗斯或中国等其他军售出口国 购买武器 沙奥地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 原本计划要在美国的基础设施 投资超过200亿美元 一旦双方关系交恶 这项协议也可能因为 外交僵局而落空 当然在这一切的风暴中 沙奥地阿拉伯 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哈绍吉失踪案 重挫了沙国的形象 在事件后 利亚德举行的一次投资会议上 有不少大人物 退出了这个国家的股票市场 别忘了 我们晚上八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